求少康隆 拿下 今天监督他们 眼神迷离了 先救我吧 老花哥羡慕 我宁愿死在正床上 我也不要死在床上 现在就是我们康隆界的 国际肉 你这么说 撒一兄弟们上车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忽乱的快 大家好 我是哥老奶 史记者二番战康隆 就是要干掉嘴哥 最后刚哥挣了750元 到头来还赔了8块钱 展展作为唯一一位体验康隆的女孩 看到要搬到货物后 竟杀腿就跑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呢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事情的来龙气满 泪水打死猪脚饭 发誓要挣100万 阿星作为扛罗杰的战神 他的工地成了众多网红们打卡的地方 尤其是健身圈里的各大国主 几乎来了半命降山 最后还是要数嘴哥最猛 排名第一 来体战的人 不光有肌肉猛男 还有一位健身美女 健身圈里的肌肉猛男 通常被人称之为死一肉 光好看不中用 尤其是嘴哥 更是当面嘲笑 别看嘴哥这么猛 始终坚持不掉队 坚决不拖后腿 当他扛起了引以为傲的20块战时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上去 可是回头一看 康龙兄弟直接把素质 标升到30块起步 当他看到这一幕时 整个人彻底无语了 别看他纵横工地十几年 就这样干活 简直不是人 让人难以想象 这他在这些死鸡肉面前 绝对有话语权 不服就来战 华哥跟刚哥为了给死鸡肉证明 来了一次二反战 这是康龙 刚哥像是开了挂 甩了华哥好几条街 华哥虽然是干了慢 但是他不服输 我宁愿死在战场上 我也不要死在床上 这次这个活儿 虽然是天脸难 但是不是一般的难干 最后就连阿星都已经沉默不住了 只能请好兄弟小帅出场来救援 监工马上出难 哎哟 上 再不支援 他们两个要倒下了 咱们现在还是推软了 目前已经夜深迷离了 先救我吧 先救我 星哥摇人了 是这法事 摇人摇人 仔仔作为唯一一位体验康龙的女生 上一次挑战失败 挣了200元 还把脸给摔得破了像 阿星出于礼貌 就算仔仔没挣一千 也必须给他赚一千 请他吃一顿打散 这次二番战 他也出现了他的现场 必须拿捏 当看到满满一车铁牙床后 吓得他口水直往肚里眼 知道他都不知如何是好 只记得自己是来给阿星说水的 既然来了 他也是硬着头皮扛了一趟 属实撑不住了 谁带人呢 接了两次 和阿星的接触 网友梅认为 他和阿星插出了谎话 至于当事人是什么感受 华哥也是 渐进性的试探了一下 他们两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只有网友梅认人去评了 个人的失事 我们不变过多评论 这是抗牢 华哥跟刚哥算是拼出了老命 虽然说他们这是挑战失败 但是他们已经很猛了 华哥挣了680元 刚哥挣了750元 肌肉不分死活 靠的是意志力 别看刚哥挣了750元 最后却倒贴8元 他认为扛了一天的楼 必须要给自己补一补 我又没认为 来到广州 一定要生吃 潮汕生厌 刚哥必须解解菜 在老板的介绍下 安排了一桌海鲜大餐 好东西都是刚哥第一次吃 反正昨天堂楼挣了750元 必须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这脆的格子 挺糯的啊 这味道还是不错的 声音疲惫一下 刚哥从来没有生吃过 不过这次感觉还不错 有吃一次就能爱上的感觉 更是吃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三味鱼面条 大鼓子感觉太少了 吃完摄影荡餐 感觉自己又行了 混成中国的力量 老和叔感觉自己又行了 必须要蒙起 一结让就杀眼了 老板买单 这位758元 758块6 扛了12小时赚了750 这一顿就给我吃掉了 扛了一天的楼 一顿饭就给造进去了 还倒贴八远 这还只是清的 回到住宿 直接让他两腿发软 哎呦 哈哈哈哈 这次钢哥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广州之行彻底失传 与他们所说的三番战 我估计又得考虑一下 到底来不来了 各位大佬 对于这件事怎么看的 欢迎评论区聊天 谢谢 我们下期见